比手画脚在黑板上写字 甚至用手机打字 为了和这一对夫妻沟通 志工想尽办法 我们有试过用 那个 Busket Paper 有试过用白板 今天就世界 米粉之介找来了一个小黑板 我们要知道他的想法是怎样 所以 要跟他沟通 就是唯有靠写 因为我们都不会收益 37岁的方伟冲吉太太天生浓雅 由于左脚跌断 生活受影响 求助无门之下 透过邻居提报 慈激志工上门援助 我看到他 我讲看可以帮到他们吗 他们就来那个咯 来看看咯 那个理发店老板来讲 有一个个案有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案家 需要我们去帮忙 眼看他们居家环境恶劣 卫生欠佳 16位志工更动员打扫 就连马六甲农亚协会也来帮忙 自工贴心送上家具 让爬行的方伟冲更好 更方便 Purpose Day是要给他比较居家环境 比较有卫生 然后他煮室也是会比较方便 那么他刚才也是有在美版上 他也是很感恩职激 很感恩上人 因为我们讲到有做好 只要心中有爱 就能化解障碍 让无声的世界同样感受温暖 大爱新闻刘爱玲 忠诚自马来西亚拿六甲报导 世界充满着爱和关怀